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秦始皇陵的修建更是历时三十九年 修建人数多达八十万人 其中说土的文物更是数不胜数 但是与其他朝代所不同的是 元朝历经十几位皇帝一个陵墓都没有留下 这些皇帝的陵墓究竟隐藏在何处呢 元朝是由蒙古人入主中元后建立了王朝 所以他们的桑藏风俗和汉人有所差异 汉人皇帝或受汉族文化影响比较深的统治者 他们在登上王位后便开始给自己准备起灵 而且是修德越大 愈好化愈好 可是元朝皇帝却遵守祖训 死后葬回大草原自己出生的地方 一般在皇帝死了以后 大臣们都会为他打造紫坛墓 或者是金丝楠墓的棺材 以彰显皇帝高贵的身份 元朝的皇帝死后却不用那种棺材 而是采用原木棺 简单来说就是 砍下一棵高大粗壮的大树 从中间劈开劈成两半 接着 根据皇帝的身体形状的大小 将木头从中间掏空 把皇帝装到里面合拢 然后 用油漆把木头表面都刷满 最后用三条黄金把木棺孤老 元朝皇帝喜欢密葬 元朝的前身是蒙古国 他们逐水而鱼 且为了活着 部落之间经常为了肥美草原干假 因此 仇家比较多 仇家多了 就害怕死后不得安宁 被刨出尸骨鞭打一顿 所以 他们讲究的是秘密安葬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